不查还好 一查发现我们所谓政府已经公布都下架都回收的 在现在的网络商店里面 其实你还是买得到 苏丹宏毒辣椒粉风波越演越烈 国民党立员党团火力全开 炮轰政府追了个半天 却还是有漏网之鱼 但外界也好奇 蓝营执政县市除了花莲之外 全部宣布营养午餐暂缓使用辣椒粉和咖喱粉 这是不是党中央下的令啊 我们国民党的县市政府首长都是站在为民众把关的立场 所以我要反问说民进党 党中央是不是有下旨 是不是有这个党义超越民意的状况 让他们的县市首长不要来禁止苏丹宏来包庇这个食药署 食安零容忍 食安不分政党 不分党派 所以我们也不要从政治去解读各地方政府的作为 大家就不要再做更多政治的操作 谈话国民党食安零容忍 不用政治解读 民进党说 尊重各县市的考量 卫福部长薛瑞源也强调 苏丹宏是添加物 涉及的市场层面很广 不能说尽就尽 国人吃辣的这个习惯是相当普遍的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说当一个辣椒粉进来 被查出来有这种违禁的苏丹宏的时候 我们就全面把它禁止进口 因为国内的产量是不足以来供应 我们的整个市场的需要的 找出来之后并不是说就禁止 而是仍然要必须去做检验 合格的你还是要让它能够使用 只有不合格的才禁止 毒辣椒粉事件爆发后 食药署及地方政府卫生局 自2月21号起开始扩大抽验 目前够抽验59批 其中43批符合规定 11批与规定不符 5批还在检验中 累计至今已经有15批 减出苏丹色素与规定不符 下降封存12万2500多公斤 卫福部承诺 一个月内会将苏丹红辣椒粉全部查完 尽早让民众吃得安全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